天津女排四人启程前往国家队报道。亚聚杯在临时召回打比赛。 天津女排主二传姚迪刚刚更新自己的微博脚踏实地谋发展,努力努力再努力,出发了,姚迪在微博上晒出了自己和李盈盈,以及天津及两位国家队陪打教练袁灵溪和于飞的机场合影,很明显他们将前往福建漳州,参加中国女排封闭集训。 此前央视报道称天津女排为了备战下个月在天津进行的亚聚杯比赛,今年入选国家队的四名天津籍运动员将不随国家队队前往漳州集训,而是将留在天津和天津女排其他队员一起备战亚聚杯比赛。 此消息一传出引起了很多争议,亚聚杯还有一个多月才开始,队员怎么可能留在天津不去国家队集训? 而且亚聚杯比赛结束了,国家队封闭集训也差不多结束,没有参加国家队集训的球员今年国家联赛,更是不会有很多机会出现在国际赛场上的。 这对于在国家队并不是雷打不动的主力的四名队员来说无疑是非常不利的。 姚迪七近期出国家队之后,才在去年世锦赛上作为替补首次参加三大赛比赛,今年国家队有五名二船,丁霞是目前国内最好的二船,他锁定一个国家队二船是不会有任何悬念的。 剩下的几名二船将竞争一个替补名额,从去年世锦赛以及今年联赛来看,姚迪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了,他需要同刁李宇、孙海平、孙燕展开竞争来重新证明。 李莹莹今年联赛进攻表现依然不错,但是她的一船和小球串联问题依然没有太多改善,本赛季李莹莹在天津女排依然只接一轮一船,这或许会成为她立足国家队的最大障碍。 好在她目前依旧年轻,只要刻苦训练,提高一船防守能力绝对没有问题。 去年世锦赛之后李莹莹表示自己希望能够在天津女排承担三轮一船,不过最后并没有付出实施,所以李莹莹今年的国家队之旅依旧是任重道远。 从姚迪发布的微博照片来看,和她一起去漳州参加集训的天津队员只有李莹莹,另外两名入选国家队的王源源和孟子玄并没有一同前往。 据了解,甘肃籍的王源源利用放假时间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兰州,或许王源源会从兰州直接前往漳州。 至于孟子玄今年的状态实在是一言难尽,还是留在天津好好找找感觉吧。 当然大家也不需要担心亚具杯天津女排怎么办,今年天津女排志在夺冠,自然是可以临时召回队员打比赛,既来之则安之,不论在哪里,都好好努力加油吧。